兄弟们看 这个星球球老弟 带着蓝头巾 黑眼圈这么重 一看就是工作所迫 熬夜加班的程序星球 就差头巾上绑着个字牌 写着我爱加班了 咱们来帮帮他吧 先给他美白一下 我决定用冰冻射线来美白 范围太大了 把整个眼睛都美白没了 那就再给他点个眼睛吧 怎么样 是不是好看多了 要是觉得眼睛小 那就用贯穿激光再开开眼 老弟们可不要熬夜 要不然也得变成这样 我们先近距离观察一下 这颗程序员星球吧 用我们的战斗机彩弹 来复习一下 点击导弹 设置导弹数乘66 点一下自由视角就可以了 完了翻车了 怎么不行了 再调整一下试试 还是不行 都有6架飞机了 难道说 哦是石停啊 好吧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点到暂停了 失误失误 再来OK了 可以让他看一下 看他这粗糙的皮肤 看他这黑眼圈 不行 是因为星球最强造型师 我得给他安排一下 先来个电击疗法 疏通一下筋骨 果然很有效果 你们就说 他这个黑眼圈 还在粗糙的皮肤 是不是不见了 我们还推出了针灸疗法 中国古方肯定针到并除 是不是感觉好了很多 来来来 去除黑眼圈 还有一个办法 把所有的地方 都用激光射线烧黑 就像这样 是不是黑眼圈不明显了 然后再拿冰冻射线 把表面冻住 只留眼睛 黑眼圈消失数 如果客人还是不满意 那我只能动用我的杀手锏了 光头按摩室 通过对全星球上下的按摩锤打 起到疏通筋骨的作用 怎么样 很不错吧 脸都没有了 哪来到黑眼圈呢 最后再给你来个日光浴 全身晒黑 不就看不出黑眼圈了 我肯定是个天才 这个好像力度没有控制好 降温降温降温 还是爆炸了 可惜了 还有一个最好玩的东西 老弟们知道是什么吗 五甲精彩 当然是星球摧毁器了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飞艇 就可以让整个星球灰飞烟灭 什么黑眼圈了 最好的质量方法就是消灭嘛 我突发奇想啊 能不能在行星摧毁器出发之后 将行星摧毁器破坏呢 来 让我们先试一下这个 燃烧射线 好像给你没有用啊 射线直接穿透了行星摧毁器 打到了星球表面 冰冻射线呢 也是只能打到行星球表面 不能对摧毁器造成伤害 那我们换个角度 能不能用冰冻射线 把即将爆炸的星球冷却下来呢 来 试一下 行星摧毁器上场 然后趁你摧毁器充能 先把落点的星球表面冻住 我有信心 来吧 好像可以啊 真的可以 打出的动都被我冻住了 没有变红 看看 看看 别啊 别啊 完了 还是阻挡不了啊 星球几乎在一瞬间变红 已经无力回天了 对不起了 黑眼圈星球 我拯救不了你啊 虽然行星摧毁器就是我放的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了 大家多多点赞 多多关注 下一期给你们看看 新的星球摧毁器MOD 会很好玩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